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鸭子结婚26年来鲜少听见他发表议论 即使透过官方表达意见但也有如凤毛麟角 鸭子非年轻时曾是外交界的明日之星 嫁入皇室后却逐渐变成没有声音的人 鸭子是日本外交官之女年幼随父亲旅居多个城市 他念过美 英 日 一流学府精通多国语言 他通过高难度考试成为外交官 1987年太子德仁在一场接待西班牙王室的活动 认识当时24岁的鸭子一见倾心展开追求 但鸭子更爱外交工作对嫁入皇室兴趣缺缺 据说对德仁的求婚两度打枪 直到1990年德仁第三次求婚成功公布婚讯时表示 我会尽全力用一生守护牙子 这句话打动牙子 其实民众对牙子的风范并非全盘接受 宫内厅嫌牙子事业心太强 高学历又聪明又主见 就连身高比德仁高也不行 但德仁就是认定牙子 两人1993年结婚 接手20万民众夹到祝福 牙子结婚6年后 媒体揭露牙子可能怀孕 让民众欣喜若狂 民众对他生子的期待 从八卦小报 电视节目不断讨论他的肚皮动静 甚至出动直升机追踪 可见一斑 民众开心没几天就传来坏消息 牙子流产了 流产让牙子承受巨大压力 直到他结婚第八年 才生下女儿爱子 公开露面也越来越少 2004年德仁才道出少露面的原因 是宫内厅对牙子施加压力 让牙子身心俱疲 需要养病 从牙子婚前发言比德仁多28秒 就让宫内厅大怒 不准他发言太多 也不能走在德仁前面 种种规矩也让他变得沉默寡言 外界揣测 牙子得了忧郁症 宫内厅则宣称 牙子是适应障碍 即使德仁弟弟 文仁夫妇 生下儿子解决王寺问题 也不见牙子情况好转 直到2013年牙子与德仁 参加荷兰国王登基大典 这是他睽違11年首次出访 去年的王室春季园游会 牙子15年来 首度全程参加 唯一的女儿艾子从出生 就在外界的关注与压力下成长 艾子小二时 因害怕校内霸凌而腹痛男人 缺客一个半月 闹得满城风雨 后来牙子陪读21个月之久 这问题知道艾子上国中时 依然存在持续半年多时间 上课迟到每周请假一天 期末考缺席等 被轰搞特权 近期报导指出 艾子学业成绩明年前茅 运动神经优异 明年渴望进入日本第一学府 东京大学就读 艾子的外形变化 也曾是新闻焦点 原本身形圆润的她 曾一度报寿 索性后来恢复原本的体态 去年牙子55岁生日时 表示虽然未来有点不安 但会建立做好公务 外界也期待这位新皇后 带给日本的新气象 国企中心综合外联报导 嗨 你看得到吗 我已经看到刚刚活动的新闻了 你看得到吗 加入考评有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你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 现在趁苹果免费 赶快加入哦 多谢观看